男人正在开车,突然一辆小车抄了过来 男人越想越气,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拔掉对方的车钥匙远远地扔进江里,然后开车扬场而去 男人名叫白幽灵,是黑龙帮最能打最冷酷的男人 他沉默寡言,做事干净利落,很有分寸 从不让老大费心,跟了老大七年,安前马后,忠心耿耿 老大对他异常气重,将酒店全权交给他打理 这天有几个不长眼的马仔来闹事 白幽灵立刻带上自己的心腹,来到了闹事者的包间 见对方并没有离开的意思,白幽灵也不再给机会了 此日,白幽灵将此事报告给老大,并查清了来人的底细 对方是白沙门的人,老大毫不在意,最近青龙帮需要资金周转 打算把酒店抵押给白沙门 他很清楚,这肯定不是白会长的作为 一定是白会长的儿子白沙在作怪 白沙为了押嫁,才故意派人闹事 正说着,负责包间的金雕推门而入 老大很是不愿,将金雕赶出了饭局 金雕离开之后,老大对白幽灵坦承了一件私事 老大要去上海出差三天 这三天需要白幽灵去监视自己的小女朋友小妍 但凡发现小妍真的有男朋友 要么打电话禀报,要么直接干掉 四日,白幽灵拿着老大的礼物 来到小妍的家 第一次来到女生家的白幽灵显得异常局促 此时小妍下楼 那高挑的身材,白皙的皮肤 身上散发着邻家女孩的气息 让白幽灵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突然小妍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便对白幽灵下了逐客令 然而白幽灵并没有离开 她发现,果然出现一个男人 开车接走了小妍 白幽灵在后面开车悄悄跟上 二人在餐厅吃着大餐 白幽灵就躲在外面吃路边摊 二人在酒吧蹦迪时 白幽灵则躲在二楼盯哨 丝毫不敢分神 看着舞池中央如同精灵一样的小妍 白幽灵平淡的内心似乎出现一丝波澜 这是她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感觉 男子在小妍送到家后便直接离开 并没有越轨的举动 此时金雕打来电话 原来白鲨对手下被暴打一事颇为震怒 因为没有白幽灵的电话 所以通过金雕转达 白幽灵自然不会让白鲨如愿 如果自己认怂 那老大跟白鲨门的生意自然落入下风 被挂断电话的白鲨勃然大怒 白鲨可咽不下这口气 要戳一戳白幽灵的锐气 另一边金雕对白幽灵得罪白鲨的事很是不爽 这样只会让两个帮派的矛盾更生一级 白幽灵将白鲨的阴谋告知了金雕 但金雕却并不相信 白幽灵不想解释太多 两人不欢而散 当天夜里白幽灵平生第一次失眠 只要闭上眼就全是小颜的样子 第二天一大早 白幽灵就接到了小颜的电话 白幽灵火急火燎的赶去陪小颜吃早餐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和女孩单独相处 钢铁直男的性格让小颜觉得很无趣 不过一家商店 小颜看中一个红色的台灯 可价格太贵 没舍得买 今天是小颜的乐队排练 看着台上认真演奏的小颜 白幽灵不由地僵在了原地 这一刻她终于知道了情为何物 感受到了内心从未有过的平静 然而排练还没结束 白幽灵就接到了心腹的电话 回到酒店的白幽灵 发现了等候多时的白沙 金雕也陪坐在那里 白沙此次前来 就是希望金雕从中调解 化解和白幽灵的矛盾 但白幽灵深知白沙的性格 说话毫不留情 金雕瞬间就怒了 怎么说白沙也算是她的客人 白幽灵不想解释 转身而去 因为小颜的排练已经结束了 当白幽灵赶到的时候 小颜果然还没走 她快步上前 这才发现 小颜等的并不是她 瞬间感到无比失落 当看到男子送完小颜就离开后 白幽灵也启程回家 在半路差点与一辆车相撞 本身她并没有在意 可越想越不对劲 这辆车有些眼熟 于是突然调转方向往回赶 果然发现 那个臭小子又回来了 白幽灵翻墙而入 正好撞见刚沐浴结束的二人 白幽灵本想给老大打电话告知 但看到哭泣的小颜 她犹豫了 想起小颜曾经的笑颜 她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 如不然 他们两个都会死 男人起身就走 小颜则彻底崩溃 对白幽灵仅存的一点好感 也分崩离析 回家的路上 白幽灵心里很不是滋味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 两个不开眼的开车挡 主动找事 白幽灵越想越气 一脚油门冲了上去 拔掉对方的车钥匙 远远的扔进江里 然后开车扬场而去 来到地下车库 刚下车 白幽灵就察觉不对 来人正是白沙门最强打手白狼 此次前来是帮白沙带来一句话 只要白幽灵肯说出 我错了三个字 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否则后果自负 但白幽灵深知 自己代表的是整个黑龙帮 与此同时 老大回到首尔 第一件事 就是迫不及待来到小颜家里 但小颜仿佛变了个样子 通过一番询问 老大明显察觉出异常 另一边的白幽灵毫无睡意 满脑子都是小颜的身影 就在这时 异便抖身 等他醒来 自己被吊在了破旧的仓库里 千军一发之际 白沙接到一个电话 随后 白幽灵被黑布罩头 扔到了一处工地 他撕开头套定睛一看 来人正是自己老大 很明显 老大已经知道 白幽灵私自放走小颜男友的事实 对于白幽灵瞒而不报的行为 老大大为震怒 惊雕事实上前 近年来 一直压他一头的白幽灵 沦落至此 让他异常兴奋 由于大雨导致泥土松软 白幽灵竟然从泥土中钻了出来 白幽灵被带回仓库 小弟用高压水枪 冲掉他身上的淤泥 金雕递给他一部手机 此时的白幽灵万念俱灰 自己忠诚一生 却落得如此下场 一旦告知老大实情 小颜也难逃一死 为了小颜 也为了他自己 他决定疯狂一次 白幽灵悄悄取下手机电池 然后假装打电话 将金雕吸引过来 小颜色 我可以 衣撈 porque os eram 他边打边退 夺车破墙 顺利逃了出去 老大得知此事怒上心头 欺骗加背叛 他不能容忍 很快便和白沙门的人见了面 老大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让白幽灵从此在世界上消失 势必结合两帮之力 将白幽灵截杀于此 另一边 白幽灵并没有就此离去 他已经做好了复仇的打算 打电话给心腹 给他拿了一箱现金 随后 白幽灵买下了那个小颜喜欢的台灯 放在门口后匆匆离去 下一步 他拿着钱找到当地的军火商 军火商这边极为谨慎 每一笔交易必须刨根问底 特别是生面孔 他们不敢随便买卖 第二天 白幽灵带着钱来到军火商的基地 面对白幽灵这张生面孔 军火商的老板丝毫不敢拖大 白幽灵谎称是老大派他来拿货而已 老板不宜有他 因为他和老大已经是老交情了 毕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黑帮势力 但为了保险起见 老板还是决定亲自问一问 在转接的过程中 老板无聊 开始交白幽灵拆枪 白幽灵在枪械方面天赋极佳 很快便融会贯通 此时电话响起 白幽灵自知已经露线 立马和老板比起了装枪 最终快人一步 拿走房间内所有枪支之后 白幽灵快步离开了现场 殊不知 他把自己的名片掉在了现场 老板弟弟见哥哥不回话 很快赶到了这里 这才发现了惨死的哥哥和一地狼籍 看到白幽灵的名片后 他不再犹豫 当即给枪上膛 向目标赶去 另一边 白幽灵第一站找上了白狼 在白幽灵的威胁下 白幽灵很快被约到了溜冰场 可看清来人后 当即吓得愣在当场 白幽灵疯狂质问 二人无冤无仇 为何要将其置于死地 白莎洋装害怕的同时突然爆起 白莎还没来得及得意多久 白幽灵突然掏枪 解决完白莎 白幽灵的下一目标便是老大 顺便给老大打去电话 愤怒的老大直接找到白幽灵的心腹小弟 老大迅速遣散酒店人员 安排好一切火力分布之后 金雕向一楼赶去 此时 白幽灵捂着伤口 已经来到酒店 而军火老板的弟弟 也顺着地图杀了过来 白幽灵在洗手间 简单处理了伤口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他不知道为何会到如此地步 刚出门就遇见了金雕 与此同时 白莎的手下已经杀到地下车库 老板的弟弟也已经整装完毕 白幽灵解决完电梯的打手 然后快速向内堂走去 老大丝毫不拒 直接赢了上去 他不相信 白幽灵会对他出手 可白幽灵用行动告诉了他 白幽灵不明白 难道因为一个电话 就要将自己急刑处死 看着镜子中狼狈的自己 白幽灵不再犹豫 就在白幽灵看着老大尸体愣神之际 开枪的正是赶过来的白狼 可白幽灵还有一口气在 白幽灵看着老大尸体 干掉所有杀手 白幽灵已经奄奄一息 此时楼下的老板弟弟也杀了过来 见白幽灵已在弥留之际 他并没有马上开枪 白幽灵用最后的力气拨通了小岩的电话 可拨通之后却再无一丝力气 听着电话那头小岩温柔的声音 脑海中飘满了关于小岩的美好回忆 但很快 这一切都戛然而止 老板弟弟已经失去了耐心 这辈子 白幽灵都没有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意 但他用自己的生命 守护了自己第一次 也是唯一动情的女人 小岩看着崭新的台灯 终于明白了白幽灵的心 但一切都已太迟 因为电影就此结束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李仲九 依旧这么霸气 如今的他终于如愿坐上了梦寐以求的会长宝座 但是身为会长的他 身边却没有一个办事牢靠的手下 而他之所以有惊天的成就 全靠了他这位重情义的兄弟秀赫 十年前秀赫还是城南黑帮的一员 他听从了好大哥李仲九的建议 准备对自己的老大下手 作为城南帮的头号青道夫 秀赫自然是谋反的头号选手 一般激战过后 秀赫将利刃指向了老大 做完这件事之后 秀赫就被逮捕入狱 转眼十年时光飞逝 秀赫被放出监狱 不远处还停放着大哥李仲九送来的礼物 这辆车是秀赫十年前最喜欢的宝贝 秀赫开车离去的那一刻 脑子里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奔赴前去寻找他的妻子 一听这话 将李氏立马表态自己去干掉他 但他显然误解了李仲九的意思 其实李仲九一直都没有忘记他 另一边秀赫回到最初的地方 十年未见 愧对妻子的他心里说过出的难受 更让秀赫意外的是 妻子竟在他入狱前就怀孕了 并为他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妻子不希望女儿有个混黑道的父亲 所以他希望秀赫能和过去彻底告别 秀赫理解妻子的要求 就算妻子不说 自己也会去和过去告个别 看到曾经跟在他身后的小弟 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了江里士 周围也看不到那些熟悉的兄弟 秀赫也是唏嘘不已 李仲九特意为秀赫准备好了职位 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为公司效力 可秀赫却走上前直言 这句话犹如打了李仲九的脸 秀赫的一再冒犯 令李仲九这个大哥极为不悦 见气氛不对的江里士 立马走到秀赫面前 江里士帮李仲九教训了秀赫 实际上就是在警告他 我李仲九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小混混了 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那么就没什么必要留下来 就在秀赫打算离开时 李仲九给了他一袋钱 其实在秀赫心里 无论多少钱也买不回他在监狱的十年时光 误以为秀赫会另谋高就的李仲九 让江里士盯着秀赫的一举一动 殊不知秀赫现在只想过平凡的人生 原来妻子已经得了绝症 他只想在自己离开之后 能有一个好父亲照顾女儿 从李仲九那出来后 秀赫和曾经的好兄弟一起喝酒酗旧 看到他脖子上烧伤留下的疤痕 他才知道兄弟这几年过得并不容易 自从李仲九掌权后就开始铲除异己 眼前的好兄弟也被上位后的江里士下黑手 走投无路的兄弟跪求江里士放过自己 这才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才有了现在有妻有女的家庭 我一直以为你选择的所有东西 我来到这里 我真的太累了 兄弟 来不来 我以后 一般的时间来 今天兄弟一起喝酒 刚从兄弟这儿出来 江里士就找了过来 江里士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妒忌秀赫 所以他不会放过任何对付秀赫的机会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 江里士一直都害怕秀赫 他越害怕就越觉得秀赫是个威胁 于是他擅作主张 安排了赏金猎人雌雄杀 去解决秀赫这个他视为眼中盯的人 这一男一女就是当下顶级的杀手 他们手段残忍六亲不认 只要有钱他们谁都敢杀 他继续 第二天 秀赫刚想找妻子和姐 却看到她突然倒下 于是立刻驱车将她送往医院 而意外却在这时发生了 猛烈的撞击让妻子当场隐恨西北 而身强力壮的秀赫却活蹦乱跳 大庭广众之下 雌雄双煞只能选择下次出手 回到家的男杀手弄得把步枪改钉枪 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干掉秀赫 在将妻子处理好后 秀赫赶紧前去找女儿保护起来 丢在秀赫打算上前与女儿相认时 雌雄双煞又煞了过来 男杀手对着秀赫步步紧逼 十公分的钉子打进身体疼痛难忍 如果打中要害部位肯定毙命 秀赫不敢硬钢决定智取 男杀手紧追不舍 直到冲到了楼道里 才发现上当了 虽然秀赫制服了男杀手 但令人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就在刚刚两人你追我赶的时候 女杀手把她的女儿给绑了 露不可遏的秀赫立刻对男杀手展开拷问 男杀手虽然疼痛难忍 但她的嘴巴像鸭嘴一样硬 而且还故意掉转枪口 说这一切都是江里士让他们做的 秀赫忍无可忍 决定亲自去会一会江里士 别家人 的 我们的 D a 直到看到车上的男杀手 江丽氏才知道秀赫已经知道了一切 那就更不能让秀赫活着 以免他跑到大哥面前去告状 校后无奈只能先行撤退 事后他才从男杀手口中得知 自己的女儿根本不在江丽氏手里 其实女杀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绑架他 可如今这个局面 只能利用女儿来换回男杀手了 他将女儿关进了笼子里 另一边秀赫趁着加油的功夫处理了一下伤口 男杀手则趁此机会逃进了便利店 男杀手将这边的情况告知了女杀手 两人都很无奈 事情变成这个样子 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交换人质 在秀赫出来的时候 女杀手马上打来电话 这正合秀赫的意思 但另一边被秀赫整了的江丽氏可就惨了 李仲九听说秀赫大闹公司甚是不悦 又得知是江丽氏擅作主张 私底下找人对付秀赫 将江丽氏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他倒不是因为担心秀赫 而是江丽氏胆子越来越大 不顾自己的命令 竟敢私自决定做掉秀赫 这种人李仲九自然不会再用 被解除职务的江丽氏很是不爽 他决定亲手干掉秀赫 以此将功补过 与此同时秀赫带着男杀手来到了交换人质的地点 可他还是被骗了 男杀手早已在车上放了炸弹 我会被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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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女杀手赶到时 男杀手立马跳下车 可他们还是太小看秀赫了 女杀手立马带着男杀手逃命 秀赫则紧追不舍 于是双方开启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追逐战 一路的炸弹也无法阻止秀赫救女之心 最终干倒了雌雄双煞 秀赫以女杀手的性命向要挟 男杀手只能带着她前去秘密基地 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爱犬竟倒在外面 走进去一看 竟是江里士的头号打手 男杀手还想为自己的爱犬报仇 下一秒就被打手一拳干倒 眼看来者不善 秀赫只能迎男而上 就在秀赫无力招架之时 打手却被醒来的男杀手偷袭 秀赫一番寻找 终于找到女儿 可就在两人路过大厅时 才发现 雌雄双煞再次留下大量炸弹 秀赫抱着女儿跳进了一旁的泳池里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另一边的雌雄双煞 正开心的开着秀赫的车哼着歌 他们以为已经干掉了秀赫 刚准备给江里士打电话要酬金时 来人正是江里士 原来江里士以为是秀赫在开车 这才撞了上来 重伤的男杀手还不忘找江里士要酬金 阴险的江里士自然会满足他 真是偷鸡不成十八米 秀赫也在这时抱着女儿路过 看着炎炎一息的雌雄双煞 他早已没有了猛烈的怒火 放下了杀心 而江里士也深受重伤坐在车里 秀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因为他不想再双手沾满鲜血 这是他对妻子的承诺 也是守护女儿的关键 从此之后 秀赫终于成为了一个 只为女儿而活的普通人 2023韩国最新犯罪动作大片 震撼来袭 一上映就斩获票房口碑双丰收 走私为您奉赏 1970年釜山码头港口 一群女人悠哉地过着渔民生活 她们每天出海捕鱼 生活也过得勉强自在 可这一天 他们捞上来的鲍鱼 却全部被污染 这都得益于一旁新建的化工厂 眼看所有人都要失去 唯一的收入来源 老船长却意外 从走私犯口中得到一条消息 老船长深知 走私是犯法的勾当 但为了让所有人都有虎口的收入 老船长终究还是带着女人们 踏上了这条违法的走私之路 靠着女人们擅长的潜水技能 不分昼夜地为走私团伙 把藏在海里的货物捞出 所有人赚的可都是盆满钵满 收入也远远超过以前的数倍之多 但走私毕竟是违法的行为 国家又开始严厉打击走私团伙 老船长因此便想精陪洗手 但早已被金钱迷惑的春子 却执意要最后捞一把大的 按照故事的发展 不出意外的话 这次肯定会出意外的 就在捞最后一个箱子 准备离开的时候 众人这才知道 箱子里原来是金条 就在春子下水 继续寻找掉落的金条时 海面上突然出现巡逻的海警 为了防止被海警人赃并获 所有人赶忙把箱子 全部丢进海里 可就在启动船只想要快速逃离时 铁矛却卡在了石头缝里 众人合力拉绳 谁追下一秒 老船长本能地跳下海去救自己儿子 却不料双脚被鱼网挂住 快速旋转的螺旋桨 这俩人当场毕命 众人来不及悲伤 海警已经靠近登船 等待众人的将是法律的审判 只有村子一人侥幸逃脱 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珍秀很快被关进监狱 他一直认为 就是村子出卖了他们 毕竟老船长想要金盆洗手时 只有村子一人 还想着发最后一笔横财 并且最后只有他一人逃脱 当同样逃脱法律制裁的卷毛 来看珍秀时 珍秀只有一个要求 而珍秀在牢里度过漫长的牢狱生涯时 侥幸逃脱的村子又辗转来到汉城 与当地的大妈大婶们 又干起了走私奢侈品的生意 但这高调又嘚瑟的行为 很快就被走私王全哥给盯上 川泽很快被控制起来 在全哥管辖的地盘里 未经他允许贩卖走私货物 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忍的 春子哪里有这么多钱 他百般求饶 可全哥直接掏出了刀 为了活命 春子当即做出保证 会帮他开辟一条绝佳的走私新渠道 于是在全哥以生命做威胁下 春子再次回到了曾经港海的地方 找到了原来一起港海的姐妹小桃 得知是跟全哥合作后 小桃答应下来 还给春子推荐了曾经的小弟卷毛 此时的卷毛已经混成了当地一霸 真秀也已经出狱 春子根据小桃的指引 在夜总会找到了卷毛 春子说他已经跟全哥搭上线 只要给他开辟一条新的走私路线 就能分到一笔不小的报酬 卷毛也听说过全哥的名声 当即答应下来 不久后 凭借春子多年的海女经验 加上全哥的人脉关系 两人合作风生水起 赚得盆满钵满 也顺其自然地成为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侣 这天 真秀终于知道了春子的下落 真秀怒气冲冲地杀了过去 一旁的卷毛赶紧上前打圆场 让人闹得不欢而散 但没有真秀的帮助 春子根本无法完成对全哥的承诺 当天晚上 他再次找到了真秀 春子极力解释 出卖他们的不是自己 自己这些年也过得很不如意 但真秀根本不想听他解释 春子也不废话 直接要拉他入伙 这样才能赚钱 改变现有糟糕的生活 不料真秀却直接拿起了刀 然而真秀还没倔强多久 就发生了一件 让他不得不去求春子的事情 村里的小妹下海捕鱼时发生了意外 不得不到医院动手术 但手术费太贵了 几人根本没钱 真秀无奈 只好不得已找春子帮忙 真秀提出 每次上货必须打开箱子检查 而且每次开会 自己必须到场 否则他不会加入 春子爽快地答应下来 但好景不长 几人的非法勾当 很快被海警头子顶上 海警头子当即带人查封了小桃的餐馆 小桃只好装成傻白甜的模样 海警头子也不隐瞒 直言餐馆跟春子的走私有关 只要提供春子的走私路线 他就会放过小桃 并威胁 不配合的话 就以偷税漏税把小桃关进去 小桃没办法 只能哭着坦白 很快到了捞货的那天 海警们早已守株待兔做了部署 然而当海警们突然袭击时 箱子里倒出来的并不是违禁物品 而是活生生的海鲜 原来春子早就发现 海警头子在盯着他们 于是他将计就计 让小桃故意说出 他们的走私地点和时间 在海警到来之前 将货物取出转移 成功让海警扑了个空 然而即便是这样 春子还是藏了私心 按照全哥的指示 春子亲自行动 瞒着所有人 投运走了一个 装满名贵物品的箱子 然而表面上看起来平静的几人 其实都各怀鬼态 真秀一直对春子的出卖耿耿于怀 即使带他赚了钱 他依然无法原谅春子 卷毛一直觉得自己出力最多 拿到的钱却是最少 当众表达了对全哥的不满 而全哥也早已对卷毛心生怀疑 他早已派人暗中调查 发现卷毛跟海警头子关系密切 故判定是卷毛出骂了他们 便决定下次交易后就干掉卷毛 卷毛这边也没有座椅代币 他召集了自己的全部小弟 打算干掉全哥 将他的货物全部占为己有 春子也拿着卷毛和海警勾结的证据 找到真秀 希望能化解两人多年的误会 但真秀根本不信 因为当年卷毛也被当场抓获 显然这几个理由依旧没有让卷毛相信 好在春子早已留了一手 他让小桃勾引看管档案室的警察 自己则在约定的时候 拨打了报警电话 当警察们全部出动的时候 小桃拿出了当年那起事件的详细档案 档案里详细记录着事件的经过 清楚地写着卷毛给海警头子提供线索 这才将走私海女们一网打尽的事实 两人的误会终于化解 为了给当年的老船长和儿子报仇 两人开始联手策划 对付他们的计划 与此同时 卷毛已经开始了干掉全哥的行动 全哥很快听到了屋外小弟和卷毛的打斗声 他要春子躲进了最里面的房间 自己则冲出去和独眼龙并肩战斗 当房间门打开 全哥已经奄奄一息 眼看春子也要命丧当场 他赶紧表示 另一边 珍秀找到了海警头子 卷毛为了独吞三亿钻石 正打算干掉所有知道消息的人 这成功引起 也想独占钻石的海警头子的不满 他当即给武装部门打电话支援 卷毛这边还毫不知情 一群人坐在屋里处理伤口 不然大量警察就冲了进来 直接端了卷毛的窝点 圈子也因此获救 警察则是一脸疑惑 直到打开保险箱 里面放着卷毛 想要私吞钻石的证据 而这些证据 则是小桃事先偷偷放进去的 这下海警头子 彻底相信卷毛背叛了自己 海警头子为了独吞这批钻石 以及隐瞒掉自己做的所有勾当 带着卷毛和所有海女下海打捞钻石 想着神不知鬼不觉 干掉所有人 在武器的威胁下 海女们只能跳海找货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海警头子又威胁卷毛 干掉了跟随自己多年的手下 随后又命令卷毛和他的小弟们 在海里干掉所有的海女 可他们低估了海女的实力 常年生活在海里的海女们 犹如海生物一般 对小弟们各个击破 所在天岩 久不见 现在费在殖石 在海上 不见 对小弟们 这不见 海所 可不见 这不见 海小弟们 出责 录快 海女们拿着箱子浮出水面时 却遭到了海警头子的袭击 留在船上的小桃忍无可忍 在海女们的帮助下 海警头子就这样悄无声息的领了盒饭 打斗中流出的血液也成功吸引了鲨鱼 好在海女们水性了得 在鲨鱼攻击的最后一刻成功上岸 可还没喘口气 卷毛已经偷偷站在身后 愤怒的卷毛威胁海女们跳下海 想借助鲨鱼的嘴干掉所有人 因为她手里有枪 海女们不得不重新跳了下去 当检查箱子里确实是钻石后 卷毛准备打火离开 可海女们并没有坐以待毙 他们把铁毛卡在了岩石缝里 船上的卷毛拉着绳子刚想起毛 战局瞬间逆转 突然绳索断裂 卷毛不断求饶 海女们没理会卷毛的呼救 直接开船离开 当春子打开箱子 满满的一箱钻石 让所有人激动的说不出话 他们再也不会过穷人的生活了 而海里的卷毛 最终成为了鲨鱼的晚餐 影片的最后 原本已经被杀的全哥 却在导演的安排下住进了医院 并跟春子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旨一年